是说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要注意是家里头 是不是有人钉 如果不是出去的话 那么就是有人往生了 所以才叫退口 一般来说要特别注意 那么因为它代表人口减少 所以这个是观众朋友 就要特别注意 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这里有退口 所以我要给再往这边挪一点 所以第一是 我们在观众朋友 在量的时候 记得左右两边要抓这个位置 尽量在红字的范围以后 第二个要特别注意 神桌的后面是什么 我想那个会更重要 那后面是 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 你的房间 S5 你这样怎么行啊 因为刚刚我听到 女生有三个字 想说既然是女朋友 应该可以听啊 我们爱照报吗 那是一定要啊 对 前面有土地公 哎呦 那有什么好意思 会害一生呢 你这样子 对那个土地公不近 所以你看 我自从办到这边 我居住都没有在做这些事情 很多人都没有 是是是 天呐 是要派人家医生吗 就不想 不是不是 因为我都在外面跑比较多 但是一般来说 观众朋友特别注意 神桌的正后方 尽量不要睡 16岁以上 60岁以下的这个 因为刚好16岁以上 进入这个青春期嘛 那60岁以下的这个夫妻 这个 就机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一般来说 刚好呢 跟神明的六根亲近 有一点低促 所以就尽量不睡 在神桌的红楼 是那怎么办 好 那现在他们就要一位子吗 要大半封了吧 其实以外的角度来说 沙发如果换到 这个角度 来的是 刚好神桌也就 不是会放在这里 对 我们会找神明第一好 然后往前方看出去 第二好 往左右两边看 那边因为是门 拉直线的 然后到范围内 所以第一个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衣柜的 书柜的这个范围 这会很适合 是 这个绝对 你供了这么家 然后只要 避开两种压倒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往里面前进咯 好 对不对 因为我们接下来看 就是 攸关你的这个生计 对不对 房间问题吗 吃的 吃的 厨房 厨房是吗 对的 好 那我们就往这边拿 好 好啊 出场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别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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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好多钱 请不认为 建择有份 谁看到这是谁的啊 这边还有啊 这边还有啊 这边你有啊 不要再抽 那心灵到的 在一起 你都把他抽抽 我会把他抽到楼下的啊 什么 填放在地上 对 对 这是故意的 为什么要做 这也是 今天人家讲啊 然后我离非就是说 要丢一些钱在地上 做采新家 就是说 搬新家的时候 会撒一些钱在地上 不是我们都找在角落呢 但是你这样的话 是真的不对 我们要弄一下 不对 对 对嘛 一般来说 通常我们传统来说 搬新家 因为乡镇这个 就像我们常讲说 台湾基因 对 意思就是说 这个钱很多 然后就是来到家里 好像随时都可以看得到 对 但是呢 一般来说 应该撒在房子的 比较 第一个四个角落 第二个呢 看楼梯间 或者楼梯的 那个角落的位置 楼梯的角落 对对 比如说有的房子 因为它是 上楼 是固点的嘛 上去 对 所以放角落就可以 那什么时候 可以收 可以开始收 一般来说 通常搬家 完十五天之后 大概就可以收 但是如果有 有些人他觉得说 我不想那么拍那个的话 那有时候 你可以放到 三个月左右 其实 你如果这放到 三个月以上的话 其实有时候 其实可能就 有点多了 多了啦 所以十五天就可以收了 你搬来多久 一个月了 还可以放到三个月 对对对 然后再放到这些 如果都不收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意义 我说不会啦 但是都不收 有里有里面 都是都 因为我可以听到 在角落的位置 就算有灰尘 其实因为你不太会 走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使用上不高 其实一般来说 有点压力 比较不大 可是问题在这种 主要的这个通道上 就还蛮 是 是 就要一切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厨房 一个三千金 好 再往往 这个都是钱 哇 好帅喔 哇 还定都是黄金耶 你也定是黄金 是 那你的廚房怎麼沒有 是啊 店是這個沒門的 沒有 這個廚房沒有門 當然也沒門 是 有話沒門你問 旁邊還不知道 是 那廚房沒有門好不好 首先第一個 如果大家沒有門的話 當然基本上來說 廚房裡頭都變得比較容易 外面一眼的判刀 所以你只是開架 從你的前面 剛開的那個門口 站在門邊 如果他不折那一眼 剛才那一刀 你有沒有什麼 他其實是 開門見到 開門見到 你有脾氣很煩到嗎 有一點 我看到他的脾氣個性不是很好 應該是比較積極 對 對 我比較積極 對 他脾氣來的比較快 你看我們跟你不熟 可是我們看的都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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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耐心 沒有耐心 對 沒有耐心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剛剛他有放這個水的門簾 對 其實如果他在前面的進來以後 也就是進房間裡面的那個部分 顏色加長一點點 至少你要蓋過什麼 就是瓦斯陸搭坡的位置 為什麼 古代瓦斯陸搭坡的位置 古代瓦斯陸搭坡的位置 古代就是我們灶頭 比如說你木灘的木頭 要從那邊放進去燒 如果對著門口那個風灌進來 會灌到灶頭的話 一般來說對女主人都比較不錯 而且他的灶很低 對 他的灶這麼仔細看的話 就比較特別低 現在門出處了 對 就是以前 對 因為這樣感覺滑坡好像有彎腰 對 對 其實首先第一個 照比我們的檯面低就是問題 照比整個流理台的這個檯面低的時候 就恰徵財庫低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它又比一般我們的爐灶的那個流理台 還要低更多的時候 你想想看 這個媽媽 除非她個頭真的很嬌小 要不然的話 她應該就像剛剛講 一定要彎腰去煮東西 你最好的方法其實是讓它前面 能不能看是下面墊的這個磚頭 是 以前的人大概就是用同樣的方法 把包紗封直之後 把磚塊墊在這個爐灶下面 可以了 把它墊高 可以墊高了 它財庫不會低落也OK 然後還是要繼續加蓮子 要超過那個爐灶 對 蓮子還是要接骨頭 對 超過這個就對了 對 這樣超過爐灶其實 只能夠解決一部分的溫度 還有另外一部分 對 大眼紅耶 對 你怎麼了 大眼紅耶 大眼紅耶 對啊 我想 沒有忍心在看到這個問題了 嘿 我也有感人 我現在是要做我家 還是要來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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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賽 對啊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就是在冰箱旁邊耶 哎呦 對 剛好是一個 這好像會影響健康對不對 老師 對啊 明顯馬桶就是為個人的主要 和方向 那當然基本上來說 馬桶是可能排放會有的地方 這邊呢 偏偏是我們主食 主東西吃的地方 對啊 所以當然第一個 對健康的話 尤其是常會 不成功 對 那怎麼辦呢 因為這一定是豬的房子啊 他也不能出動啊 是 那當然如果是可以移動 有沒有移動的方法 不能夠移動的情況下 觀眾朋友 你可以用這個水的門簾 但是呢第一個 楊七祖哦 他要用比較密實性的 不可以用豬簾啊 嗯 或者是我們有一些什麼線簾啊 或什麼因為充氣的話 它就會飄出來 簾子就可以解決 還好啦 小事小事 對啊 對 你剛剛有提到你有一個小孩嗎 嗯 多大的 17歲 哇 帥 你今天 帥 當然 下次你會帥嗎 對 尤其因為拍得出風 哎呦 那你覺得他有需要哪些 可能你想要他改進的地方 嗯 當然也是 其實他的個性也是蠻 蠻即興的 有一點 對 有一點 有一點 但是就是說 也當然是希望他好 血液好一點啊 是是 對不對 然後 集中一點 對對對 集中一點 然後要孝順一點 聽話一點 對 對 而且太瘦了 聽爸媽的話是應該的啊 是 所以我們去告訴你一下兒子 好 叫他一定要替你的話 對 對 好 我們去看看兒子 廚房裡的爐灶不僅外露露背門 對女主人的運勢 與家中財運都會造成影響 最好在廚房門口 加裝長度過爐灶的門簾 來減緩煞氣的傷害 而爐灶位置過低 造成家中財庫低落 一旦爐灶下方 以爆炸紅紙的磚頭 將爐灶墊高 便能夠化解影響囉 這房間看起來還好的 睡量不是很大 對 欸 可是好像也有很多的問題 有一些 好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 通常你門拉直線進來 通常會看直線範圍裡頭 是不是有放 比如說坐啊 或者是睡覺的地方 所以通常門直線拉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欸 大好是這個書桌的有問題 那其實有個問題就在於 我們在講說 如果門的貢獻上 是這個切到床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睡眠品質啊 各方面 可是如果切在書桌上的話 想想看書桌是要坐著 靜下來念書的地方 在直線範圍衝蹈的時候 就會讓它在這個書桌的位置 會比較坐不住 喔 有時候有這樣喔 會坐不住嗎 有時候啦 對 要關心的面子 可能就會關心啊 對 想在管店 我覺得比較沒有安全感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床 後面就一個那個走道的床 對對對 那這個是第二個 可能會讓它比較 比較稍微 有一點點沒有安全感 而且也會睡不好 嗯 對不對 對啊 因為它現在要 不要怎麼 對啊 對啊 這樣子都整個反過來 但是我又怕說 這個有這個 冷氣這個 對 對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般的冷氣喔 因為它跟 旧式冷氣不同 旧式的這個什麼的 壓縮器 那麼是在冷氣的方面 是 所以如果在頭上的時候 往往那個 那個壓縮器喔 到一定的時間它都會 然後就會開始干擾 嗯 那這個就會影響睡眠品質 然後你在睡到半夜的時候 它就開始干擾 嗯 但是因為現在 新鮮冷氣那個 那個分那個 壓縮器都分離在外面 所以它其實 只有送風的一個影響而已 所以送風的時候呢 通常一個重點 不對的臉正吹 正面吹 嗯 所以如果我頭在那邊的時候 會變成冷氣 對臉正面吹 所以鼻子 喉嚨 肺部呼吸頭 就會受影響 就會受影響 對 所以觀眾朋友這個是要注意的 所以你可以事實上 可以把頭換到這邊 換到這個位置來 那至於量的問題的話 因為我們後面有這個床頭座 然後 剛好可以避開 是是 但是有個問題 它比較麻煩一點點 挑戰空間利用機械 變開殺機